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四惨案34周年记 内容如下 2023年是1989年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十里长安街头的六四惨案第34年 34年过去了 对于我们难数群体来说 当年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亲人的痛苦 如一场噩梦般 永远缠绕在心底挥之不去 和平时期 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韦 悍然动用国家军事力量 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普通民众 制造了令全世界震惊的事件 六四屠杀惨案 六四真相 一天不公诸于众 一天不还公道于我们 我们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的心 就不会放下 2022年 自六四惨案纪念日过后至今 我们群体先后去世了七位难数 其中一位是在上半年 因年老体衰去世外 其他六位都在下半年 每每听到难数去世的消息 我们的心里就会咯噔一下 非常难过 加之疫情 不能马上去看望去世难数的家人 总是让人心中沉甸甸的 无法释怀 在纪念六四惨案34周年时 为了还原历史 还原遇难者被枪杀的情况 还原军队屠城 对遇难者家庭造成的伤害和痛苦 让人们记住他们 记住他们内心的悲苦 记住他们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为亲人讨回公道坚定不移的决心与愿望 我们在此时祭奠他们 他们的生命虽然已逝 但是一月依然与我们同在 一 难属逝者林武云 林武云2022年4月 因病在儿子家去世 中年92岁 他是一位军人 他的妻子随力松是一名军医 已经去世了几年 他们的大儿子林涛18岁当兵 三年后复原在京工作 当年他24岁 1989年6月3日晚饭后 他得知戒严部队进城的消息后 随即骑着自行车离开家 从此了无音讯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何时 何地 无解 林涛的失踪 对于他父母的打击可想而知 在他们心里留下了永久的创伤 父母是军人 然而他们的儿子却死在戒严部队的枪口下 如今 林涛的父母终于可以和儿子团聚了 远离了杀戮 愿天堂永远充满了爱 二 难属侍者朱玉仙 2022年9月25日 86岁的朱玉仙因病在家中去世 他的身体一直不好 少言寡语 难属们去看望他 只要提到女儿王卫平 他总是在旁边默默地流眼泪 听着他的老伴介绍女儿当年被打死的情况 王卫平25岁 在家里排行老三 是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学制六年的应届毕业生 当年在北京人民医院实习 暑假过后 正式成为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医生 1989年6月3日晚 他得知北京街头发生军队开枪屠杀学生市民的消息后 立即奔赴离他家最近的事发地点 牧西地 毫不犹豫地加入抢救伤员的行列中 据当时身边知情人描述 他很勇敢 子弹从他身边飞过 在他周围迸发出火光 但他毫无惧色 依然奋不顾身地抢救包扎倒在他周围的伤员 然而 正当他在包扎一位伤员的伤口时 略意抬头 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颈部 他倒下了 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来 王卫平的骨灰葬在万安公墓 碑上无字 碑座上写着 王卫平女士之墓 我们群体有八家遇难者的骨灰葬在万安公墓 每年六四当日 遇难者亲属会在那里举行集体祭奠 每年参加集体祭奠的难鼠们 同时也会在他的墓前鞠躬献花 当年他用生命和爱挽救了别人 人们不会忘记他 他会被永远缅怀 3. 难鼠逝者金真玉 2022年7月15日 这一天和他住在一起的女儿 去医院看病并为他开药 没有想到等女儿从医院回家 打开门发现母亲躺在地上 已经失去了知觉 金真玉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令人唏嘘不已 他走得太突然 金真玉和他的丈夫朴长奎都是朝鲜族人 1989年时 他43岁 是钢铁总院老保库的管理员 他的丈夫47岁 是中央歌舞团的演奏员 6月3日夜 朴长奎在父亲门与西丹之间的路边 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击中 左脑后部中弹 子弹从右颈下穿出 宋志位于西丹附近的邮电医院死亡 骨灰埋葬于北京金山陵团 没有立碑 六四惨案让这对夫妻阴阳相隔33年 丈夫被打死 抚养两个女儿成人的重担 落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 他从未对别人讲过他独自承担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 但是 其各种的艰辛可想而知 这也是他因病突然去世的最根本的原因 四 难鼠侍者冯友祥 67岁的冯友祥 在2022年11月6日去世 在难鼠们的眼中 他是一个非常壮实的北方汉子 很结实 也很憨厚 为人直爽 得知他身体不好 疫情期间去看他 见到他简直是判若两人 他骨瘦如柴 颈部拖不住他的头 说话时不能抬头看人 只能低着头讲话 用他妹妹的话来说 他死于心衰 肾衰 呼衰 因为多年的生活压力 孤独 寂寞而病没 是的 如果没有六四惨案对这个家庭造成的伤害 他们会很幸福 他们有一个儿子 一家三口会很温馨地生活在一起 冯友祥不会那么年轻就离开了人世 冯友祥的妻子刘锦华是天津人 1989年他遇难时34岁 两人在天津相识恋爱三年后 于1980年结婚 转年生下一个男孩 结婚后 刘锦华由天津调入北京 在总镇干修所工作 1989年6月3日晚 他们在回家的路上 走到慕西地燕京饭店附近时 正遇上由西向天安门方向进军的戒严部队 当时 西长安街马路上都是人 已根本无法通行 他们可以听到由远而近的阵阵枪声 但在和平时期 生活太久的善良民众们 不相信政府真的会真枪实弹地向民众开枪 天真的以为是橡皮子弹 他们夫妇两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直到枪声离他们越来越近 冯有祥先中一枪 子弹击中了他的左腿 几乎在他倒下的同时 他的妻子也倒下了 冯有祥被民众送到北京儿童医院后 又转到306医院 在医院里 他焦虑地等待着妻子刘锦华的消息 几天后 他才从家人的口中得知 他的妻子被送到北京空军总院 子弹击中了他的左上额 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 得知爱妻的遇难 让他痛不欲生 肝肠寸断 几乎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这样的残酷事实 冯有祥无法接受 精神几乎崩溃 为了离开这伤心之地 他把儿子托付给了他的妹妹 辞了工作 离开家独自在社会上创当 33年来 他的妹妹为了能够鼓励他 有勇气活下去 做了很多的努力 一直到他的临世都是他的妹妹在照顾 今年4月21日 冯有祥与他的妻子刘锦华合葬 刘锦华的墓地在天津 他的父母不舍他们的女儿远离他们 女儿的无辜被打死 白发人送黑发人心中的悲苦 惊天地 弃鬼神 他们希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 每年可以去墓地看看他们可怜的女儿 以肃相思之苦 5. 难属逝者王慧荣 2022年12月24日 85岁的王慧荣死于新冠肺炎感染 CT片白肺四分之三 在疫情放开后难属群体中 我们了解到绝大部分难属 程度轻重不同的被病毒感染 基本上是转危为安了 这对于我们这一弱势群体来说 是令人欣慰的 王超是王慧荣的大儿子 也是家中唯一的一个男孩子 1989年 他26岁 中科院内部大学管理专业 八六届毕业生 是中关村四通公司的职员 原定于6月4日举行婚礼 6月3日晚上 他去三里河附近同学家送喜堂 晚十点左右 在墓西地桥北 遭到戒严部队的疯狂扫射 因为王超站在人群的前排 而中枪 子弹击中头部 被市民送到海军总院 是海军总院第三号无名师 第二天 有人到家里来询问 王超有没有回家 说没有回家 肯定是被子弹打中了 于是全家人都在寻找 王超的下落 去了很多医院都没有找到 最后是王超妹妹 所在单位联想集团的人 在海军总院找到她 王超头部状况惨不忍睹 医院做了简单的包扎处理 当她的父母及家人 见到她的尸体时 头部完全是用纱布裹着 连眼睛都看不到 王超的父母都在中科院工作 得知儿子被打死的消息 令他们悲痛欲绝 对于她的家庭 对于她的家庭 六四惨案之前 他们全家都处在王超 即将结婚的喜庆心态中 然而 王超突然被无辜打死 一家人从欢喜中 跌入了深渊 心情压抑 精神痛苦 六四惨案之后 没有几年 王超的父亲因病去世 王慧荣老年患有 帕金森病 行走不便 只能依靠轮椅 最终 疫情夺去了 这位老人的生命 6. 难属世者张树森 2022年10月 遇难者陈来顺的母亲 89岁的张树森病故 陈来顺23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新华社代培摄影班 89年英届毕业生 6月3日晚 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 西北侧平房顶上照相时 头部重担身亡 他是学新闻摄影的 职业的敏感 让他想留下历史的见证 没有想到 当他举起相机 闪光灯暴露了他的位置 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 陈来顺遇难后 他的同班同学 集资在北京西郊的 香山红旗村附近 金山陵园 购置墓地 安葬了他 立有墓碑 陈来顺有两个姐姐 一个哥哥 他最小 也是家中唯一的大学生 是全家人的骄傲 他的无辜被打死 使全家陷入了巨大痛苦中 其父在2001年去世 在他弥留之际 虽然说不出话 但是他向守候在身边的家人 举起小拇指 并流下眼泪 家人知道 他心中放不下小儿子被打死的事情 为儿子讨回公道 是他未了的心愿 其母张树森在当年满怀悲愤地说 我们工人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容易吗 我的儿子怎么就说没就没了 如果他是暴徒 请拿出证据来 这是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的心结 他心中的冤情无法释怀 这是中国政府对人民欠下的血债 张树森也是一位坚强的母亲 她主动加入寻找遇难者亲属的活动 只要得到有关遇难者信息 她就会多方打听 利用身边所有的力量去寻找 她为群体找到好几位遇难者亲属 也是第一批参加签名的母亲 由此张树森一家遭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监视 打压和骚扰 多年来搅得他们一家生活 不得安宁 7.难属逝者王广明 王健平的父亲王广明 于2022年8月31日因脑出血突然昏迷 两天后去世 王健平遇难时27岁 北京煤气公司南郊车队司机 6月3日夜 他和妻子骑着自行车走到西单路口 正好遭遇戒严部队开枪 他们两人被惊慌的人群挤散了 妻子听到旁边人说有人中枪了 以为是丈夫 吓得晕了过去 全家人出去寻找王健平的下落 他们到各大医院打听 到尸体堆里翻找 直到6月7日 才在北京急救中心 从那里贴出的死者照片中 认出了王健平 急救中心的大夫对他们说 这个小伙子抬进来时还哼哼着 如果及时抢救死不了 但是上级有指示 老百姓不让治 只能给受伤的士兵治 所以他死了 上级下的这样的指示 对普通市民是不是太残忍了 每个生命都有做人的尊严 任意剥夺他人的生命 就是在犯罪 这些鲜活的生命被无辜打死 他们的亲人父母 妻儿兄弟姐妹 及正义善良的人们 根本无法接受这突然降临的灾难 他们的心在滴血 悲痛欲绝 心灵的创伤 至今都无法愈合 然而政府始终对当年六四惨案 采取管控拖延的手段 企图抹去人们心中 对这一残酷事实的记忆 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 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力 寻求公平正义的道路上 走过了三十四年 虽然还没有看到希望 但是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依然如故 继续坚持按照真相 赔偿问责 三项诉求 向政府讨回我们的公道 维护我们做人的尊严 为死难者伸张正义 我们期待政府 就当年的六四惨案 向所有遇难者家庭道歉 向人民忏悔 千名人 尤维杰 郭丽英 张燕秋 吴丽红 柱之地 叶向荣 丁子林 张仙林 周书庄 钱普泰 吴定复 宋秀玲 孙成康 于清 孙宁 黄金平 孟书英 袁书敏 刘梅花 谢金花 马雪芹 邝瑞荣 杨大荣 贺田凤 刘秀辰 沈桑 沈桑 谢金荣 邀芙荣 孟书贞 邵秋风 谭汉凤 王文华 陈美 周燕 周燕 李贵英 徐宝燕 李孟奇 王莲 管卫东 刘淑秦 孙山平 刘天元 黄定英 熊辉 张彩凤 何瑞田 田维言 杨志玉 李贤远 王玉琴 方正 齐志勇 何欣财 刘仁安 齐国乡 韩国刚 黄梅清 黄宁 王伯东 张志强 赵金索 孔维珍 刘宝东 齐志英 方桂珍 雷勇 葛桂荣 郑秀村 贵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郭达显 王林 朱敬荣 穆淮兰 王征强 宁书平 曹云兰 冯书兰 傅元元 李春山 蒋燕琴 何凤婷 西永顺 肖宗友 乔秀兰 陆燕金 李浩全 赖运迪 周小娇 周运娇 陈永邦 刘永亮 张锦与 张锦丽 孙海文 王海 陆三宝 姚月音 任改莲 杨云龙 杨云龙 崔林森 吴卫东 贾福泉 王德义 石经 袁刃 包立梅 西贵君 中俊华 亚爱强 陈卫东 郝贱 郝贱 张宿英 林立 断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 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楼下 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贤 姚瑞生 杨世玉 袁长璐 周淑珍 王国仙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秦 周志刚 孙秀之 罗让 颜光汉 李真英 邝迪清 段洪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静 袁可志 潘木志 肖昌怡 亚伟林 刘建兰 索秀女 杨子明 成书真 杜东旭 张贵荣 赵亭杰 陆马生 蒋培坤 任金宝 张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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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书香 石丰 王贵荣 随力松 田书灵 孙书芳 陈永朝 孙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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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绝 王范蒂 李雪文 王霜兰 张震霞 肖书兰 谈书琴 高杰 高杰 金亚喜 成行礼 周国林 郝亦传 陆玉宝 曹长仙 尹敏 刘前 林武云 金真玉 冯有祥 王慧荣 朱玉仙 张树森 王广明 共71人